距离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只剩下倒数60天了 而外界员们一直认为是民进党优势选区的高雄市 现在根据平民媒体所做的最新民调 国民党的参选人韩国瑜现在只有落后 民进党参选人陈其脉2%紧追不放 对此是来自台南的行政院长赖清德 他有了最新的回应 我们听他怎么说 行政院主要的工作是发展经济建设国家 我本身来自台南 目前我理解的状况是中南部的选情算称稳定 那高雄 高雄一样稳定 我们对陈其脉委员非常有信心 也对过去从谢长廷到陈局团队打下来的基础 也非常有信心 另外针对外交议题 中国大陆和范定刚签订了历史系的协议 外界现在是认为台犯之间的邦交关系可能会生变 对此赖清德也有了最新说法 听他怎么说 这部分外交部已经有说明 外交部也掌握了情况 当然台湾是非常希望能够跟范定刚维持一个稳定的外交关系 我们会尽各种努力 我们可以听到赖清德强调外交部一直都有掌握到最新的状况 当然他还是很希望两国之间能够继续维持稳定的邦交关系 以上是来自立法院的最新状况 把时间交给棚内